千里走丹琪,关羽离开以后,曹操的心里又难过又佩服,对身边的大将们说:"云长不忘旧主,来得明白,走得磊落,我钦佩他。 估计他还没有走远,我们去为他送行,再送给他一些路费,和一件战袍,做个纪念吧。 关羽正保护着二位嫂嫂往前走,忽然听见后面有人高喊:"云长,慢走!" 他回头一看,原来是曹操带着十几个大将,飞奔而来,云长为什么走得这样着急呀? 关羽在马上鞠了个躬。 以前我跟您说过,只要打听到皇叔的下落,就立刻前去寻找。 现在我听说皇叔就在河北,不得不急着赶去。 这几天我几次向您道别都没有见到您,只好写了一封信,希望您不要违背以前说过的话。 云长,我要去信于天下,怎么能那样做呢? 我怕你路上的费用不够,特地给你送些路费。 另外,这里还有一件战袍请你收下,是我的一点心意。 一个士兵捧过来一盘黄金,一个士兵捧过来一件战袍。 关羽担心出现意外,人不下马,用刀尖挑起了战袍披在身上。 谢谢陈相送我战袍,我们后会有期吧。 说完,关羽掉转马头,迅速离开了。 曹操望着关羽的背影长叹一声,也只好回去了。 关羽到河北去找刘备,一路上要经过五个关口,这五道关口都有曹操的重兵把守。 这一天,关羽来到第一道关口,把第一道关口的大将叫孔秀。 他一看关羽要到河北去,就带领五百人马出了关城。 关将军,河北的袁绍是曹丞相的死对头。 关将军要想去河北,有没有曹丞相的守令? 关羽说,走个匆忙,没有丞相的守令。 那不行,我不能放您过去。 关羽一听大门,举起掩跃刀冲了上来。 孔秀急忙举枪来营。 孔秀和关羽只打了一个回合,就被关羽一刀劈下马来。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把守第二道关口的大将韩福那里。 韩福赶紧和将领们一起商量怎么办。 大家都说,关羽非常勇猛,谁也打不过他,只能想办法把他捉住。 他们决定等关羽来时,派一人与关羽交战,假装败退,引他来追。 到时候再用案件射关羽,然后活捉他。 韩福准备了弓箭,带着一千人马出了关城。 这个时候关羽已经来到了第二道关外。 韩福说:"我在这里把守关口,你没有丞相的手令,就是逃跑,我不能放你。 他又转身叫道:"谁替我把他捉了?" 立刻有人骑一匹战马,举着大刀冲了上来。 关羽举着隐约刀,临上前去,那人拨马就逃,想引诱关羽中计。 没想到关羽的赤兔马跑得飞快,几步就追上了他,把他砍下马来。 韩福一看,急忙射出一箭,这一箭正好射在了关羽的左臂。 关羽用牙使劲一咬,把剑拔了出来。 然后他冲上前去,手起刀落,砍测寒风。 关羽杀过第二道关,包扎了一下伤口,不敢停留,一直朝着第三道关走去。 第三道关的手将变起心想。 前面两道关口的手将都没能打败关羽,我怎么能打得过他呀? 于是他也想了个办法。 在这第三道关里有一座寺庙叫做郑国寺。 他在郑国寺里埋伏了二百多个士兵。 他打算先把关羽引到寺庙里,再让士兵们杀了关羽。 当关羽来到第三道关,便喜亲自出关迎接他。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,一边进了关,便喜请关羽在郑国寺住了下来。 寺里有一位老和尚,关羽和他聊天,发现还是同乡,两人非常亲热。 老和尚请关羽进屋先喝杯茶。 趁便喜不注意的时候,悄悄地指了指他身上的刀,对着关羽使了个眼色。 关羽立刻明白了。 过了一会儿,便喜请关羽去赴宴。 关羽瞪着眼睛问:"你请我赴宴到底是什么意思?" 嗯? 便喜知道关羽已经看出了自己的轨迹。 连忙地喊一声:"还不快快动手?" 埋伏在周围的士兵们,立刻哗一下冲了出来。 关羽拔出宝剑一连砍死好几个人。 然后他又拿起掩月刀,追杀便喜。 便喜甩起了流星锤,关羽用刀轻轻一挡,赶上几步咔嚓一刀,杀死便喜。 老和尚一看,说:"这个地方我也住不下去了。 说着老和尚收拾好东西走了。 关羽一再感谢,然后带着人马朝第四关走去。 关羽他们来到第四道关。 第四道关的首将王侄非常热情地请关羽到旅馆住下,还派人送来韭菜。 吃喝完了,大家就早早休息了。 没想到这个时候,王侄命令一个叫胡班的人,带着一千多个士兵包围了旅馆,要他在半月的时候放火烧死关羽。 胡班心里想:"我早就听人家说关羽的大名,却不知道他到底长的什么模样。 让我悄悄地去看一看。 胡班轻轻地走进旅馆。 只见关羽一手捞着长长的胡须,一手捧着孔子做的书春秋,正在灯下认真地读着。 胡班越看越敬佩,不由地说道:"哎呀,真是天神一般啊。 关羽听了,问道:"外面是谁?" 胡班赶紧走进屋里。 将军,我是太守的部下胡班。 接着他就把王侄要放火烧死关羽的事情说了一遍,又说:"现在已经是半夜了,将军赶紧走吧,你们一走我就放火。 关羽一听,赶紧带着人马,悄悄地走出了旅馆。 没过多久,王侄带领一队人马从后面追了上。 关羽站住! 关羽乐住赤兔,问道:"我跟你无怨无仇,你为什么要害我?" 王侄也不说话,举枪就此。 关羽只是把刀一挥,就把王侄砍下马来。 他又打退了王侄手下的士兵,保护着车子,继续往前走去。 关羽他们走到第五道关的时候,太守刘延出城迎接。 刘延告诉关羽,前边不远就是黄河渡口,游大将擒骑住手。 关羽说要借几只小船,刘延不敢借。 关羽只好不再多说。 直奔黄河渡口。 到了黄河渡口,秦齐不让关羽过河。 关羽大怒叫道:"你知道拦截我的下场吗?" 秦齐说:"唉,被你杀的都是些没用的人,你敢罚我怎么样?" 关羽冷笑一声。 哼,那我问你,你比得上炎凉文丑吗? 秦齐听了,气得火冒三丈,举刀直扑关羽。 关羽提刀来临,只一个回合就把秦齐打摆着。 就这样,关羽过五关斩六将,保护着二位躁躁顺利地过黄河,接着往前赶路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